尊敬的听众们,今天我想谈论一个在我们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问题,那就是手银。 在伊斯兰学者玛利克的观点中,手银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, 但它也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方法来解除这种恶习,那就是通过斋戒。 斋戒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进化和自我控制的方式。 通过进食和节制,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和自律, 从而克服各种不良习惯,包括手银。 玛利克强调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,并鼓励穆斯林社区采取行动, 推动更多人参与到斋戒中来。 斋戒不仅仅是对身体的进食,更是对心灵的修行。 它提醒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欲望和贪欲, 从而使我们更加虔诚地去敬畏真主。 在斋戒期间,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,反省自己的过错, 同时寻求真主的力量和指引来戒除我们的恶习,包括手银。 除了斋戒之外,玛利克还提倡通过加强信仰和宗教实践来戒除手银。 他认为,信仰和宗教实践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内心的坚强和纯洁, 从而抵制各种诱惑和欲望。 因此,积极参与礼拜、诵经、祈祷等宗教活动,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心灵的清洁和纯净。 最后,我想强调的是,戒除手银不仅仅是为了符合伊斯兰教的戒律, 更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身心健康和道德修养。 让我们共同努力,通过斋戒和信仰实践, 戒除手银这一恶习, 迈向一个更加纯洁和崇高的人生境界。 谢谢大家。